好的 接下来一位嘉宾厉害的朋友们 他是我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也是今年投不出大会三的总冠军 我们掌声欢迎王勉 来吧 拍照吧 大明星拍照吧 站中间 好 谢谢啊 请王勉留步啊 咱俩也要聊吗 我们也要相声性的聊一聊 像简讯一下工作压力吗 都是同事也不行吗 其实他今天台本上没有让我们聊什么问题 让我们随意发挥 那后面的嘉宾等一下 好吧 我们聊一个小时 我们可能时间有点不太够用 跟大家说一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吧 好吧 最近瞎忙 就是节目引路 然后主要其实最大的压力 还是创作压力吧 我听说有电影的推广曲找你 是不是 哦 对 对 那也不太敢不太敢接 因为毕竟自己写的东西风格都是比较搞笑嘛 所以有的时候怕给人家写 写毁了 对 所以可以有一些喜剧电影啊 可以多看看我们的王勉 对吧 对 其实也还挺便宜的 不要钱 不要钱 机会好的话都不要钱 咱俩赶紧下班吧 好不好 别聊了 行行行 请你稍坐休息吧 好吧 拜拜 没想到在这还可以碰到同事 也太开心了 嗨 大家好 我是王勉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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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假了啊 些许有点假 我真的很荣幸能够参加咱们的Iron Man 然后电影英雄盛典 真的很荣幸 我知道很多老师并不认属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勉 然后是一名 不要打断我的别人节奏好不好 我叫王勉 是一名透露演员 更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电影观众 然后今天我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要分享一下 今年我心中国产电影的十大烂片 首先第一部 我看到各位老师脸上好像有点紧张了 开玩笑 今天其实不会有什么烂片的 因为今年对于中国电影来讲 真的是非常艰辛的一年 我们电影院停摆了 足足有169天 是吧 我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没有在大荧幕上看到过各位老师的脸了 是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位 可以切一下各位老师的脸 他们应该也好久没有看到过自己 我感觉好像再久一点 我就快也忘了各位长什么样子了 就比如说 对不起 有点记不清大家叫什么 我今天真的是见到了好多 我平时特别喜欢的影视演员 就比如说 刚才我看到了韩昊林老师 大家有人知道吗 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微电影 那个小男主角 你坐在哪 韩老师 你在吗 哎 这呢 11岁是吧 年纪轻轻 演技超群 我刚才在台下跟他聊天 我说韩老师 最近辛苦吗 韩老师说还行吧 刚才还在上面写作业呢 你说把孩子逼成什么样了 我有段时间甚至都已经忘了 有电影院存在了 所以前段时间电影院复工的时候啊 我就特别不适应 我朋友跟我说 说王勉 多惯可以看了 把我兴奋的 我打开电影天堂找了好久 我说也没有资源啊 所以真的很难 今天电影行业真的是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是吧 我们影院停摆 然后所有的剧组停工 电影车档 我突然想起来啊 在去年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说 2019年 是影视寒冬 2020告诉你们 去年就是个暖冬 今年是真凉 所以我更知道 有很多老师是半年没有出现在荧幕上 但我们今天这个盛典啊 是做给那些从来没有出现在荧幕上的幕后的电影英雄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慨 因为我生活中呢 在我们公司也一直做着幕后的工作 作为一个幕后的喜剧编剧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我们今年这个年度编剧的提名榜单 我发现有半个喜剧幕后的编剧 老师这个团队在吗 我能看不到你 然后我突然想起 刚才在后台有个老师给我打招呼 他说王勉 你好 我是半个喜剧编剧 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 我说你好好努力 会从半个喜剧编剧 变成像我一样的专业喜剧编剧的 我不知道老师你坐在哪 但我刚才说话不是那个意思 刚才说话就用了半个脑子 我真的感觉幕后工作者非常的不容易 我听说少年的你 因为有一场车戏 然后录音没有办法走线 所以当时那个录音师把自己 关在了50多度密不透风的后备箱里 然后进行录音拍摄了整整一天 我当时就感到很庆幸 幸亏一天就拍完了 只要是拍两天 这录音师一条命都熬没了 导演怎么办 只能说来 再来一条 听起来就很残忍 而且还有攀登者 攀登者当时我看的时候也感觉 哇就一个字冷 我真的感觉就是那些演员啊 在镜头面前动得发抖 留着鼻涕 但我当时就很困惑 就为什么演员这么冷 但是镜头能如此的平稳 一动不动 雷打不动 纹丝不动 后来我想了一下 只有一种可能 摄影师冻住了 我想问一下攀登者的摄影师在吗 还没画是吧 还没画 还有美术 美术也非常不容易 我记得我去看夺冠的时候 然后我就感觉 那个场景真的非常还原 后来我查了一下 说是夺冠剧组的美术 搭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场地 然后还把当年铝牌砸过的地板 一块块买了回来 原封不动的拼接回去 我当时想真的不容易的 不只有我们幕后的英雄 还有幕后的道具 地板 地板应该也没有想到 女排都退役了 几十年了 她还要再就业 躺在新的场馆里 还是熟悉的场地 还是熟悉的女排 还是熟悉的腾腾腾腾腾 所以我真的感觉 很多幕后英雄 我今天不能一一的去提到 但正是因为有了你们 所以即便我们今年的中国电影 遭受到了重创 但也会更加更好 然后也会越来越好吧 所以我想对今天 每一位入围者 每一位影片说 你们真的是今年 电影行业的英雄 我希望你们把掌声送给自己 好不好 谢谢 而且我还想说 你们今年能够入围 不仅仅因为你们的才华 你们的付出 你们的努力 更因为 今年竞争压力确实小了点 中国电影市场 肯定会越来越好 尤其是当我听说 其实今年有很多电影 已经改当到了春节党 是吧 所以我真的很兴奋 也很开心 因为我能预判到 今年春节党的时候 在座的各位一定会 争得头破血流 打得你死我活 所以我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作为一名观众呢 观众最喜欢的就是看戏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王冰 大家好 大家好 王冰 然后这一年呢 一直在努力地 让自己音乐 变得更专业 往音乐圈靠 我就发现 那些专业的歌手啊 他们在唱歌之前啊 不会直接Cue歌名 而会说很长一段话 然后把名字放在最后 就比如说 之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阿信就说 他说我知道 很多人在工作以后 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撞得头破血流 但我希望 无论你在哪 你在做什么 都可以保留心中那 最后一份 倔强 全让你 哇 太难受了 所以今天 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Cue我的歌名 把名字放在最后 你这一生 会碰到很多人 也会爱很多人 但只有一个 是你的 最爱 只有那个女孩啊 你才想跟她 走完一生 她 就是 我爱的 女孩 到后来她妈不同意 过了 过了 稍微一下 我爱的女孩 送给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可能 谈过很多段恋爱 然后发现 你喜欢的 都是同一个类型 一定是上天 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每段经历 都如此的相同 我爱的每个女生 她都有老公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 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 她经常把你冷落 也不关注你微博 不老公谁啊 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 跟我插句 那不都姓王吗 你了解她的所有行踪 解图她的一举一动 你反复刷着她的每段吻戏 激动地问候 女主的祖宗 你说她有你最爱的笑容 你说她破音都让你心动 你说你一生 只爱就是王一博 还有肖战 李贤 邓伦 王思聪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次我喜欢的女孩 她说她没有老公 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 她的儿子 吴磊刚读完高中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奔波 你说她外面的妈妈很多 你说你从不吃醋 你儿子还有三个 为了安全我就不Q名了 他们是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 你陪着他们度过懵懂 你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你说你看着他们 逐渐成熟很感动 儿子 你可终于长大了 以后你就是我老公 你总说她真的很优秀 你会一直陪在她的左右 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 一生守候 直到她公布恋情上了热搜 你为她控屏 为她战斗 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 你从来不怕出头 攻击其他网友 反正结果都是她来承受 她代言被彻一夜两头 两个人是被谁搞臭 可能是被你搞臭 没想到真的会有奇迹 遇到了不追星的你 你是我喜欢的女孩 我为你找了名 我好想娶你回家做我的老婆 你说好不好呀 心缘结衣 好 谢谢 大家好 黄勉 大家好 主题赛了 是吧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 听起来就很像是我跟这帮同事之间的关系 就这帮演员 你说熟悉吗 好像也没那么熟悉 就哪怕我已经工作三年了 前两天因为出差 Rock跟我说 哎 王勉 帮我把机票一起订了 我说行 没问题 Rock你叫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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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见他讲过 对 所以我生活中真的很害怕 与那些不熟的同事独处 因为根本没话说 就我们公司啊 效果文化在25楼 就两个人坐电梯 能跟他说的话 最多撑到二楼半 哎 来了 哎 来了 三楼 四楼 我先下了 所以我相信你们肯定跟我一样 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尴尬 你碰到这种同事 你就会主动绕开走 今天这首歌 讲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有的时候你为了躲开他 你变得神经兮兮 他下班站了半个小时 等他的车来 拎着雨一动不动 远地等待 终于他上车离开 便利店的门外 你才敢从便利店里面出来 今天你们在公司聊了个痛快 一见面 嗨 嗨 拜拜 今天对他嗨了六次 让你非常不嗨 你好庆幸 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啊 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 这就是你们的关系 总是相互回避 没有共同话题 昨天上班他走进你那部电梯 你赶紧逃出没有信号的手机 唯一一次你们相处没有压力 是上次拼车回家 全程十几公里 你总会想起那段开心的回忆 因为他一上车就睡了过去 他也很坦幸 我言成这样他都能信 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 因为迎面走来 总得寒暄几句 偏偏 每次你翻来覆去 只会问出那个明知不问的问题 嘿 老王 上厕所啊 嘿 姜哥 你上厕所啊 You're David WCR 你上厕所吗 你上厕所吗 赶上高峰期啦 出来有点早啦 你上厕所吗 还得问几遍啊 怎么排队的人啊 那么多 原来是我走错厕所啦 有时候你上完厕所 正准备离开 突然他打着电话 走了进来 四十分钟之后 终于听到他说拜拜 你想站起来 却站不起来 你总是尽可能回避和他的交谈 偏偏回家坐地铁赶上同一班 那天你嚼劲脑子和他撩乱无战 哎 我到家了 下了 走了 等他离开回头再等下一班 这就是你和同事的关系 如果谁离了职还是会发条消息 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 以后没事一定和你常联系 本来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会一直这样继续陌生下去 偏偏昨天却发生奇迹 你们变得亲密 有了共同话题 就因为你发了条朋友圈 却一不小心忘了把他屏蔽 突然他给你发了消息 说他特别赞同你 你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就因为你发了那条 我老板脑子真的有问题 好气 喂 嗨 大家好 王绵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最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 就比较理解建国 我也特别喜欢逃避 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做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做这件事 而是因为我想逃避 另外一件我不想做的事 我这一生 都是这么过的 清晨的阳光照进我心里 呼吸着雨后的空气 他拿着一个公文包 对着我说了声谢谢你 因为我刚才毫不犹豫 把唯一的共享单车让给他骑 他看着我说 哎 你好熟悉 昨天让车给我的 好像也是你 对 因为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去公司改屁地 大哥你别默契 你赶紧骑 明天后天都让给你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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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灯了 音乐给你顶上去 专专业来到晚上十点半 我主动留下来 再加班 我开心地做着PTT 保洁阿姨都有点着急 她说小伙子怎么这么努力 因为我不想回家陪女朋友 陪她看脑残的偶像军 阿姨我宁愿陪着你 阿姨一会我送你回去 完了完了完了 我还没淘汰了 上周我见了女朋友的爸妈 第一次见面我不能搞砸 我带她们去了最好的川菜馆 因为听说她们不能吃辣 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这么快就安定下来 路员 加班菜 拉子鸡 不要子鸡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世上无难事 只要会逃避你 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我爸来上海看我了 让我去车站接接他 不想去 没借口 没办法 我问我爸 你几点到啊 我爸说他没来上海啊 他只是不想在家陪我妈 不想在家陪我妈 老老老老 说出我的救赎的朋友家 咋办这样呢 挂了 我一直在想办法逃避 还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 包括今天上台 我都有很大的压力 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把吉他弹错音 所以我早上特意去了 他录音棚 我不想弹吉他 我害怕弹错音 咱们大人伪和 我玩什么乐器 我又开始又难受 生活就是 有很多问题 让你下意识的 想逃避 哪怕只是暂时的 想办法不面对 去逃避 昨天我反省我自己 对着镜子 站在厕所里 我不停地告诉我自己 要改变去面对 别逃避 我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就看不见屋里的垃圾 我不想下楼倒垃圾 好心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棉 你们好 你们好 聊遗憾是吧 其实每个人生都有点遗憾 我刚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跟我妈聊了一下 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生我生得有点早 就如果我能晚出生几年 她就能给我提供 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 市场上还没有来自新西兰 营养满满的 蓝和米洋奶粉 天然乳干是牛奶的1.5倍 我早喝着不至于这么矮 好了 聊正事了 今天主题是遗憾 唉 其实人生中很多遗憾 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 错误的选择 然后你会为此难过 后悔很久很久 如果可以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嫁给他吗 还会被经历想吗 这一生最让你后悔的 是哪一个选择 如果你问我 那我就会说 我昨天 我就不该去那家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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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毁了一个美少年 我就不该去冒这个险 就因为心电仇冰 便宜点 是不是人生就无法避免 增上几个错误的 但是人生中还有很多 更值得我遗憾的事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错过他吗 还会选择放手吗 如果我当时又挽留 我的前女友 亲爱的别走好吗 我们就不会分手了 但他现在也会离开我 因为我昨天去了那家里发电 我就不该去那家里发电 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 他就推掉了我的美人肩 他还有脸让我办会员 让我下午再来找他见 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 我就说相见 不如怀念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还会坚持这份工作吗 哪怕有人质疑你 你会不会讲的话 你是否也感到后悔过 把爱好变成工作 是不是小时候给奶奶梳头 奶奶垮你梳得真不错 我现在真的不想做脱口秀了 我想去你们店做发行总监 我就有权利开除店员 你猜猜我想开哪个店员 他们就在天边地在眼前 不知物料不该来这家里发电 你也不该来这家里发店 人生总是有很多让你后悔的选择 眼泪流干了 眼泪流干了 也回不去了 恐怕总归有一天 还是会长回来的 有些遗憾 却是一辈子的 你说你如果没坚持梦想 不会负债累累 如今还在漂泊 你说你应该多陪陪父母的 你说你后悔离开家了 你说你我说大哥你快别说了 你激动的手都动了 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 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 我只问了一句你干了几年 他就一边哭哭 一边给我剪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棉 你们好 你们好 一路唱着歌就到决赛了 今天主题聊的是起点跟终点 我脑海中浮现了很多人 我觉得人这一生 就是要跟不同的人相遇 然后别离 所以今天这首歌 我想送给我生命中 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人 好 谢谢 我希望我是你的男朋友 就会陪在你左右 你负责美丽温柔 脏活累活我承受 可惜我现在并不是你的男朋友 只能眼睁睁看你一个人 把五个行李搬下八楼 谁让你昨天跟我分了手 我已经变成你的前男友 你的生活我现在不方便插手 你自己下楼打转自己走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不是所有的分别时刻都要体面的 他都对你不好了 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 我希望我还是你的学员 经常给你送礼物 你有事没事喊我一声 诶 废物 可惜我今天毕业了 一切要结束 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说 我能及格 猪都能上书 可教练我拿到驾照了 猪不仅能上书 还能上高速 我带给你来一个斗车入库 还要是样的难受 以前我不敢顶撞 现在顶撞你可靠不住 我希望我们还是好兄弟 能一起喝啤酒 每次我们一起踢足球 你总能突破我的防守 可惜我们现在并不是从前的好朋友 因为你不仅抢了我的球 还抢了我的女朋友 你女朋友正在把行李搬下巴龙 你怎么还不敢露头 我才知道我们的共同爱好 不只是啤酒和足球 你们的生活 我现在不方便插手 但自己上楼自己打车走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我就该带她的温柔 不是所有的分别 都是体面的 她都对你不好了 干嘛还要对她客气呢 我希望我还是你的租客 今天我却要搬走了 说好了三年不涨房租的 你却说穷鬼那就别住了 我一个人把行李搬下巴楼 正好碰上来看房的 我说你是来看803吗 那我不知该不该说 我听说了很多都市传说 这房子挺邪门的 我听之前的租客说 他租进去就倒霉了 他先丢了女朋友 踢球被人抢球了 最离谱的是他那天 他到时候入户压线了 算了就当我没说 住不住你自己选择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我的感情的温柔 不是所有分别的时刻 都要体面的 他都对你不好了 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 这世界一通问你 你不要包执一个 这世界一通问你 你算了吧 我去吧 我人生气 你更远还没见 答案 好 好